龙印台大江大海1949独厚感中 外省人的自我毁灭与高级本省人 2009年9月20日10点38分 浏览6366 回想3 推荐13 引用0 引用文章北京网管办 没下令封杀龙印台的书 几年前陪父亲住院时曾跟一位眷村出身的眷村妈妈闲聊 他在医院是为了照顾他的先生 就在我们隔壁床 这位眷村妈妈是外省籍 跟国民党一起撤退来台 听那位眷村妈妈说了真的很多 就好像听了他一生的故事 这跟前阵子一样 问候了常跟他买东西的婆婆 本省人 他眼睛白内障开刀 我看他不太舒服 问了 他就用台语讲了很多 从他看病的过程讲起 最后大概讲了20到30几分钟 我也许不是善于倾听的人 但若给这些老人家机会说话 他们是可以说很久的 在龙印台大江大海1949前半段大概就是如此兴致的故事 与那位眷村妈妈实在太过相似 关于龙印台的母亲的经历 应该也是大时代下这些军人眷属的经历 中等阶级左右的人 谈不上巨父 但吃穿无鱼 那位眷村妈妈是空军眷属 他与龙印台的母亲来台时都带了金条 这本书与那位眷村妈妈未提及的是金条 究竟是夫家还是娘家的 究竟有多值钱我也不能确定 但大概吃个几年就不够了 时间也许更短 龙印台是军人之后 他父亲虽为宪兵队队长 但没有驻眷村而是驻公舍 所谓公舍应该是职务官舍 这个部分有机会在谈 经理阶级论 当初来台的军人若能吸家带卷的是最高阶的 这些夫妻也就是这些外省第二代的父母都是外省人 多少会带一点生活资金来台 大部分住在眷村 再来就是来台却未成家的军人 有些能提早退伍转职 有些后来也能成家 这部分的人可能阶级未必最低 结婚对象是本省人为多 后代也就是一般所称的 芋头番薯部分分配到眷村 比率不低 再其次的就是最晚婚的 多维禁婚政策所影响 这也分几个阶级 第一个是眷村阶级 其次是非眷村阶级 我在三年半前开始伴有系统的写非眷村阶级这部分 相对于郭冠英 范兰青 自称高级外省人 范兰青为何使用这个词汇另有脉络 我不在本文讨论 我在2005年中后却称外省建民 引起网友不小争议 我在前几个月开放留言有位网友说当没人有叫你外省建民时 自己却一再地提起 我想你才是那个制造种族主义的人 这说法与旅居加拿大的斯伯克大律师如出一彻 我早看多了 我最近才开始提 我母亲是多重身心障碍者 在我父亲已经重度失能时 仇恨弱势至极的民进党本土政权阶级歧视 所谓人民应得的权利与社福机构像消失一样 我在鼠立医院必须像一只狗一个垃圾向高级的急诊室医生 哀求他们收留我的父亲 不是他没资格住院 是他太够资格住院 这些高级本省人医生竟然让我听到他们在护理站取笑我的父亲 还有当着我的面说我不想take这个case的 许多在本土政权下遇到的事 我的许多亲身经验让我明白原来外省建民确实存在 我提到的这些高级本省人吃香喝辣 享受身为台湾人的人权 当然不懂别人活得多么卑微 民进党部分区立委防守陈杰如刚就任时到王金平那里拜会 呼诉他是因为儿子因意外而伸张而开始关心这类议题 在台湾的价值观下 我就像垃圾 因为我是因为父母这样才关心这类议题的 相信之下陈杰如伟大又高级极了 她的人权就是不一样 直到十多年前 政府提供公费临时托育的保育员 在日间提供免费的喘息服务 超时的部分则由家属自行负担费用 家人的压力才稍稍减轻 中国评论新闻 家有喜憨儿立委陈杰如全家总动员 陈杰如丈夫是大学教授 全家是公务人员家庭 他自己说最起码是不死 所以在经济压力上还算过得去 笑死人 台湾的公务体系之优卧 与一般劳工的差异天差地别 有机会我再来说说 当然 我不认为我家有多悲惨 我在与某研究省及与阶级的本省教授通信时 跟他说我也不是丝毫不知羞耻的外省人 我曾问过一位医生 就你的行医过程中 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最为悲惨 他说 那些身心障碍者游民最惨 毫无人性尊严又无人文问 所以我当然不会向政府靠邀更多权利 我只要求一般权利 换句话说 我只不过是提出一个看法而已 讲讲本土政权的省级阶级仇恨也不行 高级本省人为什么这么容易抓狂 言归正传 龙印台在第72篇木麻黄树下 批零点343 谈到他当时发现他与本省小孩最大差异就是外省人没有自己的房子 这种思考牵涉到眷村政策的形成 在我这几年来与眷村人在网路上的讨论已经完全改变我过去的思考 包括政治倾向政治判断 我称他们为外省人的自我毁灭 可分为两部分 一 在网路上遇到的眷村人 在联网过去有位L先生在政论部分非常活跃 据他不断在网路上公开的资讯 可以构成他的形象水交涉眷村人 台大研究所毕业 刘美当年我与这位先生多所辩论 由于我批评宋楚瑜 他的反驳策略就是把我划归深蓝集统 这样以为能打击我的意见正当性 另一方面 他以为我是眷村人台北人 不断说他们宋楚瑜如何与本省人搏感情 什么他们在南部与民众吃槟榔 我在台北吹冷气之类 另一位是以台语乡下人为代号的某网友 也由于我批评宋楚瑜批我不于一力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眷村人 还好意思跟我说什么眷村也有什么弱势 分几百万的眷村吃亏了吗 我曾看过两位清民党立法委员的Bloji 主要是回答眷村人请愿眷村改建事宜 宋楚瑜选台北市市长时因为蒋方志一在眷村讲了些话气急败坏 他说国民党有好好照顾这些老兵吗 这类的话 清民党有资格讲这些话吗 你们与国民党争眷村票搞得很难看不知道吗 在这些讨论之前 我对眷村人普遍有好感 我过去也从来不谈外省人间的阶级差异 在历经这些讨论后总算明白这些眷村人如何看待自身与我的父亲 过去多年来的经验加上国民党的禁婚政策阶级差别待遇都让我明白眷村贵族把我当什么 最荒谬的是斯伯克大律师拿眷村人与公教之后要我效法真实羞辱 我再次在网路谈眷村还有景邻眷村的维建特权与外省军公教 必是彻底的谈 在我父亲过世后 我已没有顾忌 二 外省态度对外省人的自我毁灭 我在国民党外来政权之悖论坚论台湾转型正义之选择性提过这个概念 用一句话讲完 外省军公教认为国民党为外来政权就等于承认自己为蒋介石犯罪的共犯 龙印台在奇述《大江大海》1949中提到国民党军队拉夫是一种国家犯罪行为 这应该是我目前所见谈及外省论述最为进步的说法 虽然我老早就这么说 但由龙印台来说就是不一样 研究省级的清律外省学者的层次差得太远 前面提到国民党的阶级 眷村我其实谈了不少更有系统的论述未来我会再提 在此要说的是台独史官 台独史官看几天自由时报就知道他们讲什么了 台湾地位未定啦 台湾不属于中国啦 我不欲设立场 但承认这种史官的外省人代表了更多的含义 蒋介石在内战后拜逃台湾 如果他没有权力统治台湾 中华民国若是一种非法非正义的存在 这些军公教难道不是蒋介石犯罪的共犯 我说过 国民党军队拉夫是一种国家犯罪行为 蒋介石在1949年逃来台湾时也是下野状态 那时的总统或代理总统是李宗人哦 台湾当时是由什么东西统治呢 无论如何 台湾由中华民国统治 这都要归咎于民进党成为世俗政党而非革命政党 尽管他们的史官一再强辩 马英九成为台湾民主选举过半的票 领导人的历史事实不能改变 一起玩过中华民国这个游戏后 民进党输了不认账只是耍赖而已 但是 这些外省开独认为在旧威权时代国民党是外来政权 对台湾来说 国民党是殖民者殖民若是犯罪 外省开独的父母若在讲的政府体系 当然就是犯罪的共犯关系 所以 认为国民党为外来政权 当然就是只指其父母为罪犯 这种说法的根源来自于这些外省开独的出身背景 眷村对非眷村军眷是一种特权 民进党与部分学者持外来政权说者特爱标榜他们外省身份的眷村 公教出身 在阶级上压榨低阶士兵的党国体系 又在学术上掩饰或刻意忽视 这是两代人的阶级犯罪 进一步言 如果有一天外来政权说成为主流 并在无外力改变 他们的父母将在历史上成为罪犯蒋介石的帮凶 故我称为外省人的自我毁灭 以这种方向思考 身为被外来政权与本土政权统治过的我 对那些眷村权贵的批评更不会手软 结论 台湾现在认同混乱 史关不是只是政治倾向选择那么简单 代表的意义非常不同 不过 外省开独只求政治利益 当然不会考虑这些 龙印台大江大海1949的认同取向是比较多元的 但极端统派不必骂得半死 因为它是一种谦卑与改变 而独派要抓狂钱还是先看一下内容 免得别人以为你真的疯了 Return by Blackjack2009年9月20日 Lagos 外来政权 外省人的自我毁灭 外省建民大江大海1949 宋处于木麻黄树下 民进党本